大家好,我是咕咕叫 一个名字好笑,但内容圈要看的频道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 拥有超强记忆的人类 小时候,每当考试来临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记忆力 能像记忆卡一样 以致性能存入很多资料 并且能在需要用到的时候 马上拿出来使用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让自己瞬间记住一些事情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现年33岁的乌克兰神经外科教授 安德烈·斯乌莎奇克 能备受原周率100万位 两分钟默计5100个数字 堪称记忆天才 至今为止,他保持着两项世界纪录 能够备受原周率为数多达100万位 能在两分钟时间内 记忆5100个数字 安德烈认为 他的大脑显力还原味开发 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备受500万位原周率数字 据报道 安德烈·斯乌莎奇克 来自乌克兰 去沃夫市 他运用自己独创的记忆秘诀 目前创造了两项 与记忆力相关的世界纪录 他创造的第一项世界纪录是 一口气备受原周率 小数点后大约100万位的数字 一举将59岁的日本人 修良原口 于2005年7月1日创造的 备送小数点后 83,431位数字的原纪录 远远泡在身后 据安德烈透露 在正式挑战之前 他花了整整6天时间 将一本250页的书籍 完整消化之后 终于将100万位原周率数字 全部输入大脑 安德烈创造的第二项世界纪录士 在最短时间内 将5100个数字 毫无遗漏的全部记住 至此他当时无愧成为地球上记忆力最强的人 他的秘籍是在脑海里放定 目前安德烈的这两项成绩 已经被《乌克兰记录年景》记载 并且已经申报全球著名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说起自己挑战局限的初衷 安德烈表示 他是想借此 激发人类 开发自身记忆力的兴趣 关于世人最关心的记忆秘籍 他透露到 无论是数字 文本 图片 还是声音 大脑对此的记忆过程 都是连续不断的 在此期间 大脑不时会调用 马甲最深处 各个零星的记忆体碎片 每当他记忆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集中注意力 闭上双眼 在男豪中不时展现 所要记忆的目标 几页文本 几行数字 或者几幅图画 曾有几次 他在观目了几名神经外科大师的手术之后 当场编辑出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随后毫不走样的精确重复了一遍 据悉 安德烈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挑战备收原周率 500万位数字的记忆力极限 同时 他还有另外两项计划 比电脑还快的速度 解答数学难题 备收任何一篇课文 并且快速统计它 所包含的字母数 分别包括原因和辅音字母 好了 五次顾步叫 一个名字好笑 但内容全拿看的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 和打开小银铛哦 我们下期见